野生非洲河馬數量正在減少 最新研究發現 這個現象不僅是單一物種的問題 對非洲大陸的河流和湖泊生態 都會造成危害 關鍵就在於河馬的糞便 它不但是魚類的糧食 糞便裡面的二氧化系 也是平衡農藥殘留 維持良好水質所必須 少了河馬這個關鍵的媒介 生態將會適合 東非洲從肯亞流向坦上尼亞 長達四百公里的馬拉河 是非洲河馬重要的棋地 這些龐然大物很會吃也很會拉 白天大部分時間躲在河裡避暑 分擔體重壓力還大量排泄 不過這無關污染 是自然生態循環的一部分 水中魚類靠河馬糞便養分維生 隨著農業開發增加 蛋和磷等化肥物質 隨著下雨跟灌溉進入水源 就更需要河馬糞便中的二氧化系 滋養細藻來平衡 河馬一天可吃上二十五公斤含有二氧化系的草 拉出好幾公斤的糞便 安特韋普大學的研究人員 從2014年起開始監測 馬拉河沿岸的土壤跟水質 他們發表在最新一期科學進展期刊的報告指出 馬拉河中大部分的二氧化系 都是河馬運送過去的 占了總量的76%左右 扮演了養分補給者的角色 河馬數量減少 對河流湖泊生態都會造成衝擊 研究人員發現 在沒有河馬生存的維多利亞湖下游 堵塞了大量對人類跟動物都有毒的藻類 就是名證 研究人員還指出 河馬在陸地吃草 在河裡棲息避暑 生活在水陸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態圈中 因此無論土地或水源出現威脅 甚至交互作用都會衝擊到河馬族群 這是他們數量減少的主要原因 雖然目前族群總數還沒有到兵尾的程度 仍然值得密切關注保護 記者書會中報導